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人行 咱们杨造博士还有广美 今天话题是他提出来的 老实讲我还没看 但是说是看新闻是 这个电视剧在网上已经有了 而且是今年年头的第一个最大的连续就是水浒 我对水浒这个感情可太深了 水浒是我看过 我估计很多孩子都这样 是我小时候看过变数最多的小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水浒我至少看了有十三四遍 以前老说什么老不看三国 少不读水浒 没错 你这就是反过来 其实说少不读水浒 也是因为水浒对年轻人特别有吸引力 所以才会少不读水浒 就是怕你看太多以后就进去了 但是现在的小孩 我估计比如说80后 他们小时候不会读水浒了 他们可能会玩水浒的在线游戏 对 还有三国演艺的游戏 反正水浒这个戏出来了 咱们可以看看剧照 这个剧照 看看他们 这是西游记 你知道吗 这也挺有道的 说这是孙悟空 孙悟空刚出了炼丹炉 对 但挺写实 你知道吗 一身黑 这是孙悟空 孙悟空 这是水浒 这是水浒 你看他们还配的对白 说是上面是谁 这是林冲 说林教头 果然是沉于落雁之戎 真的 碧月修花之卯 这是铜冠说的 铜冠 铜冠显然对林冲是很有兴趣的 下面是谁 下面是这个 下面是蔡金 高大人 他当高求说 我高大人 这要是进了青楼 恐怕占便宜的就是那些姑娘们了 等于是一帮大佬围着林冲来欣赏他的美色 欣赏蓝色 有这样一幕吗 有这么一幕 对对对 这为什么有这么一幕呢 他我觉得他是为了交代这个林冲 跟这些上司和顶头上司的上司之间的关系 就因为这个时候正好是这个这个高求要求林冲去去支边 就是去去去去去那个去去去去去陕北那边去当将军 他本来有当将军 后来发现他实际上是被要到大明府就是北京 是要来押送生辰刚的 就是为了蔡金运送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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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贿礼物的 所以他就装病就就拒绝这个才是一从此开始他就跟高求之间有有了嫌隙 就是高求本来是很赏识他的 然后后来的加上高安内调戏他的老婆这些事 他是把这个更丰富化了一些 这个中国网友我觉得现在看电影看电视剧 他已经变成一种娱乐行为了 就是这个戏本身是次要的 他自己在拿他怎么搞一搞 我看他们在聊的说是这个戏里押运这个生辰刚 这个花石刚说宋江来了一句 说是这个上一趟押运一什么一杆竹子 从河南押到什么汴京是吧 还是还是那东京啊 从河南押到东京都花了几十万两银子呢 后来网友说这个东京也在河南呢 对对对 压一个一杆竹子 从河南到河南能花几十万两银子 这真够腐败的 我估计那时候东京是直下市 所以不算河南 就咱们打场 国媒好像也看到一点 我没有没有没有还没有看到那个 但是就是说普遍的吧 大家对于这个改编剧其实要求是特别特别高的 那其实就刚才那句对白 我其实看到我今天看到那新闻的时候 我在家里面我也扑痴一笑 就说你形容一个这么高头大马 这么尤其是我们的朋友啊 胡东这么这么帅气的哥们 你跟他说你是碧月修花这个 这个成于落雁之容 我就在想 我那时候就在想 身为一个演员 我们常常会面临拿到剧本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剧本这个台词 我根本说不出口 我觉得这句话是有违反我的常理判断的 违反了我心里面对于这个角色塑造 因为其实你说这个人物再怎么经典 我相信每个演员自己心里面 还是有一个自己小小的自私的想法 希望我能够把这个角色塑造成什么什么样子 那当你这个剧本的台词跟你自己心里的想法 是有违背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你会不会说出来 那比如说假设我是编剧 我就会这么说服你 因为我真的是怀疑他已经这样 就是他现在这个剧啊 他他为了觉得 因为他知道你刚才说的 就有很多网友 他就在里面挑这种雷人的话 他这个刚才这个情节实际上 他兼了两个功能 叫做卖辅 辅就是说那个BL 就是男男之间的爱情 就男男之间的欣赏 同性之间的欣赏 或者说 然后又卖雷 就他话非常雷人 然后呢 他本身又带有那种男性的这种色彩 这个据说在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人欣赏这样的 你的意思是他故意的 是故意的 当然是我不认为编剧这么无知 说这话是行有女的 我不知道 没有这么傻 他是童冠说的吧 对童冠说的 童冠是阉人吗 童冠 还不是童冠 童冠是 童冠他真是个太监 在历史上 童冠真是个太监 他是不是就有点像 咱们开那个清工戏啊 比如说碰个太监 李莲英之类的 看那个男的他喜欢那样 对有点一银的 那么个调调 他是不是就想塑造 或者含羞带醋的 有点这意思 好不好咱不说 我觉得他是在故意的 就是放进去 他拿那个来当卖点 拿林冲当男色了 这童冠 童冠是 我天哪 他实际上是这样 所以说编剧会说服你说 那光美 我们这个是为了市场 为了这个更大的吸引观众 所以没关系 这个不影响剧情 也不影响结构 你就这个说吧 你就当成一个笑话 你就当成周星之电影 这么说出来算 这光美 这样这种情况 你就得学人家那个发歌了 周润发 你看那个让子弹飞完了之后 记者就问这个周润发 因为这个江文导演 都不是意志很强的吗 说你作为演员 你要是觉得有哪句话 不对你怎么办 人家周润发这个回答的好 说我要是跟导演意见一致的时候 那我当然听导演的 但是要是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我也听导演 这是职业演员 你可不只有听导演的吗 对啊 那你要怎么样呢 是吗 最后也只能听导演的 所以说那天有一个就是和和平导演 那做节目 我就挺逗的 我说这个导演 这个是不是都口才都得好 他说那当然了 我说为什么 是吗 他说啊有的那个演员格外的刺头 你知道吗 你导演他说他说有的大导演 你看为什么从来不敢用这个腕 对 你他口才不好说不过 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你哎 站起来 坐那儿 拿起把扇子 再端起杯茶 他当时有个腕的演员就得问你 你给我说说我为什么要坐这儿 然后拿起把扇子来 他说你当时就得把它灭了 也不是灭了 就你得给他砍一通把他罩住 他讲道理给讲运了为止 有的导演拍片子被演员整崩溃了 你知道吗 他拍不下去了 对 当然咱那提提外话了啊 这杨博士咱还是说水浒这事 就说我就发现现在这个改编这个经典 那三国也好 红楼也好 这个水浒也好 他都在拉锯 就是一部分人呢 特别希望他这个忠实援助 让我们看到这种 这个所谓我心目中的水浒什么样的 我心目中三国什么样的 但是又有一部分人 他就老觉得你该初心 你要是跟以前的拍的一样干嘛让你拍呢 我不知道以前把那拍一遍就完了嘛 所以他其实很纠结 就是他们都想着说 我怎么样能够吸引现在的观众 就是你可能对援助不了解或者怎么的 但是呢 你又会冒犯到一些对援助有那种 特别是有一拨人很奇怪 他也不是粉那个小说援助本身 他粉的是老板 就是像初恋情人一样 就是你这个长得跟我那初恋情人不一样 所以你这绝对不是美女 你这拨人的势力也不小 但这个弯我现在正在慢慢转 因为我就发现实际上 就是本身你永远也看着不像的 因为就甭 这个不是好坏的问题 而是说这是中国四大名著 你知道吗 他扼杀了人的想象力 什么叫想象 想象就是完美 你那是在我比如红楼梦 我觉得那人间 此人只应天上有啊 怎么可能在人间呢 所以你一旦把它落在纸上哪怕是 落在屏幕上落在人上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失望 就是不像就是不对嘛 这是肯定的 我我其实是这样 比如我一个朋友就是那个 他就是搞宋言小说的 就是专家属于那种 然后呢他给我们写过一篇文章 他题目叫做 金的气糟蹋的才是金典 他是特别支持重拍的 重拍新拍 你愿意怎么拍怎么拍 这个可以拍的跟金典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就借我的名也没关系 因为金典放在这里 它是没关系 它是真金不怕薄链 你要是说我拍一个东西 就把你这个毁了 那你这也不是金典 所以我是很认同他这个道理的 就是你可以随便改 你想怎么改怎么改 反正改的好改的坏 大家自有评说 没有必要说去限制 说老实话 这个《红楼梦》前段时间不是 大家骂了一下糊涂 然后胡维特委去说这个 哎呀也不是我想那个什么的 那个这个 李孝红 意思就是说 有那么多洪学家 站在旁边 而且他们又停拍拳 这确实是 如果这么大的一个枷锁放在后面 我觉得曹雪芹来拍都拍不好 就是有很多人说 你必须这么拍 你必须快进 你这个情节不能漏 那这样 那你们自己拍好了 这句话太对了 就算曹雪芹自己来拍《红楼梦》 我相信很多观众 尤其在你心目中 有这么崇高地位的名著 谁来拍都不会对 所以对我来讲呢 如果你只是纯粹的 要当电视观众的话 电视剧观众的话 其实要宽容一点 要就是你纯粹用欣赏 欣赏电视剧的角度来看就好 如果你真的是要 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的话 我真的觉得 看原著 那种小时候躲在棉被里面 看小说 看剧著的时候 那种感觉 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我觉得那是比看电视剧更过瘾的一件事 小说有些东西是画面没办法替代的 就想象空间 没错 你想林黛玉可以想的什么样子 你再给我一个陈小旭 再给我一个谁谁谁 蒋梦杰 我还是没办法替代我心目中的林黛玉 而且就说这个 当然还有一种这个味道 我觉得也是太难了 你那因为现在是经典的 你比如说水浒传 我跟你说 就包括老的那个水浒 我一听他那个歌 我就知道他把这个味道弄得一个 哎呀搓不拉机 就是他不是水浒传 是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味道的 但是你看你从他的主题歌 你就知道他们怎么弄这个味道 像上次传遍全国那个 这个主题歌叫什么 该出手时就出手 路见不平一省猴 该出手时就出手 风风火火闯九州 这难道是水浒传给你造成的这个味道吗 包括这次这歌也是很奇怪 也是也是 是怎么唱 我就记得什么 什么什么兄弟俩 共用一个妈 兄弟今世两个姓 兄弟来世一个妈 我记得这两句 然后看到我快笑喷了 我说这啥意思 猛一天想乱伦 但是仔细一想合理 就是说这个金生兄弟来世真兄弟 其实金生是结义兄弟 这是个雷的时代 你知道吗 江江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什么 电视剧就是操 就是吧 不是 发表了剧片 对于电视剧来讲 时间就是金钱 真的 它就是一个杆字 所以 你刚才 就是说 同样一句对白 你就说一个 编剧是一群人在编剧 不是一个编剧而已 一个总 就是编剧有一个总导演 他看着下面四五六七八个人一起写 可能你负责两期 你负责两期 而且你负责的还是一三五 我负责的二四六 你说这个情节的连贯 人物的这个合理性 什么什么东西 我觉得真的 就 你就把它当电视剧看就好了 因为 因为在那么敢的情况之下 如果有一个特别较劲的演员 说对不起 这词我不干 我得找到我的那个 那个什么 要先通过导演 然后导演再通过编剧 然后咱把这句词 给弄好之后再拍的话 这成本要多高啊 你还想再接下一部戏吗 你看 其实很没有道理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说水浒传是经典 但是水浒传里面的福色 它的那个使用的器具 像葡刀这种 包括它的使用的那个钱营的价格 就是物价 它其实全是明朝的 对啊 它并不是宋朝的 对啊 那为什么当时施赖安就可以 这个写现在的事 我们为什么就一定要 亦不亦趋的按照那个来呢 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 确实没有道理 你这说的还真是小说演绎啊 我就记得就是说 我现在啊 倒是岁数越长啊 越觉得施赖安呢 真牛 这个人呢 你再看看水浒传呢 这个里头 这种生活体会 这种经验呢 我就想起有人是评价什么 王国为嘛 在人间词画里 特别讲到这个事 他说有两种艺术家 不是就说文就是文人吧 有一种呢 就像李后主 就是长在身宫啊 富人之手 没啥生活经验 但是他有一颗赤子之心 所以他这个词出来也感人 对吧 但是还有一种就是施赖安 这种人 这真叫宝经沧桑啊 这个月事无数 你说他能写写写出这么一种东西来 水浒传 为什么我小时看他们 但是呢 中国人喜欢水浒啊 也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事 因为近些年来也有中国学者批评 就说这个几大经典啊 都有独化中华民族精神的东西 就是中华民族为什么 就是很多地方不靠谱啊 跟这些经典说 比如说这个水浒里边 杀人如麻 讲不讲人道主义 讲不讲尊重生命 对吧 哎 这什么一说呢 你不能说他说的没理儿 你看中国人好像就习惯于这个 这个砍瓜切菜一般 杀多少人 这个跟到后来 比如说围观那个千刀万剐的 有围观砍头的 有没有一些关系呢 不这个要求太高 是在于什么呢 就是那个时代 它根本不是一个法治时代 那就是以利盛的时代 比如说很有意思就是 嗯 比如柴靖见到林冲 一听说是进军八十万枪棒叫头 马上就这个特别特别就是说特别亲热 你要什么给你什么 他在这个地方 其实并不是说我佩服你这个人品高 你这个道德高 而是说我听说你武艺高 嗯 就英雄结交啊 除了宋江当然是纯粹因为是一起 喜欢散钱以外 其他人很多人都是他互相之间佩服是基于武艺 就是你武艺特别超级还是仗义的 所以说他其实是一个禁于气力的时代 就是在这个没有法治社会 换句话说我们说中国人为什么喜欢武侠 武侠就是以他叫做这个 呃 如语文乱法 侠以武犯禁嘛 他是以武来犯禁 就是武 他用自己的武力来挑战这个不公道的社会秩序 他用自己为福困 这个从小就形下仗义 但是形下仗义本身 他后面东西也也很虚无 嗯 所以这就这就是实际上 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这种价值观是很模糊的 哎 而且你知道中国人呢 一直不同年代的人呢 都拿水浒啊 在这来开聊 嗯 你比如说不同的人看出不同 毛主席最著名的啊 我觉得看的也挺锐利啊 对吧 说只反贪官 不反皇帝 哎 这个东西也是他的 还有鲁迅说 最后还是为皇帝去打别的习义军去了 去打方拉去了 嗯 就受招安嘛 杀人放火受招安 对他这个里边你读的东西很深 你像这个当年那个谁啊 就是说这个林语堂 你知道林语堂说 他说你要一个外国人 你就觉得很难理解 说这帮人是吧 整天闲着没事干 提着把刀就在树林那里等着 对吧 有人过来就一刀把你砍翻了 抢了你的钱 说但是这是意识 这是好汉 哎 你谈后来自己的那个作品就叫《简福吉》 对 就是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为什么现代人呢 很多时候我就发现他 你像陈凯哥弄肇事孤儿 也都遇到这种伦理价值观的 这种解释的问题 现在解释的问题 你包括他们有人还说这次 《水浒传》里是怎么又弄潘金莲了 说什么武松啊 是不是跟潘金莲有点 眉蓝眼去 对吧 还是有点有点干嘛 那么按照那个是 按照今天的价值观看来 对吧 他搞个户外链 你怎么就出了人命呢 对不对 就是 我不知道 你觉得广美对这些怎么看 潘金莲怎么看 不是我对潘金莲没有什么看法 但我对于古代你说 以前本来就是一个物尽天责 适者生存的社会 那个时候本来没有什么东西 你可以立什么法的 还怎么样昭告天下 所以那不就是强者生存的这种 那当然就是谁块头大 谁的那个武器高强 就谁生存下来 那还有一个叫什么 呃呃呃 我们台湾人叫西西瓜 靠你要靠往墙的那边站嘛 那换的是我的话 我可能也会非常希望能够上梁山 成为 哎 一丈青虎三娘 对啊 还真不是 我觉得他不是光靠武的 他很重要的是一个 宋江是手无腹肌之力的 哎不是能能杀个女的对吧 但是大家为什么都认宋江大哥啊 就是仗义 这也是中国人里的一种东西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最近啊我在翻一个基本这个叫故城文集 这里边有很多你知道故城啊 是我们这也是一个杀了 这涉嫌吧 杀了老婆的这么一个诗 诗人 那么就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去用他寻找光明 这很我们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诗人 我后来我因为听老师们聊天 说故城是个天才 后来我就发现呢 他不是指的他的诗歌 我后来看他的很多这个谈话啊 我就发现这个人呢 真是确实是有才了 我就讲什么呢 我就注意到他讲李逵的一个地方 他就在外国啊 他就说啊 他说中国的这个文化里啊 有一样东西西方可能很陌生 这样东西啊叫真性情 他说你比如说李逵 按说这都不把人命当回事 动不动就七的咔嚓大斧子 这一通砍 对吧 可是你看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李逵 黑旋风李逵 说这个就像咱们你看平常朋友交往 你发现啊 这个如果有一个朋友啊 情动于衷 他真性情出来的时候 嗯 真性情出来就不可挡 嗯 就不跟你论是非了 嗯 你像中国人有些在酒桌上 你发现没有 谁真性情出来了 嗯 好家伙这个东西大家 中国人好像就挺认这个东西 对 是吧 你说对对 所以说我觉得专家披水虎 我一直觉得什么就是 非常荒谬的一个事 为什么荒谬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这个就是刚才说的 文艺作品的生死 不能当成真实的生死的意见 比如这次在子弹飞里面这个 这个将麻子砍了一个无辜者 大家都说 这个价值观又不对 文艺作品的生死 不能当成真的生死的理解 你如果当真的生死的理解的话 你就很麻烦 因为所有的文艺作品 他都需要你有一个移情作用 就是我要把我同情心和我的爱政 寄托在一个人身上 有李逵就是很好的一个寄托对象 嗯 当我把他寄托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这个他的行为 比如杀人这个行为 这些东西我不是忽略掉的 我我没有当成真的杀人来看待 这就好像你看三国演义的时候 那个诸葛亮吃一把火烧掉83万大军 你想想那83万大军多惨 他们后面有没有妻儿老小 是你想想他 那你不觉得这个诸葛亮是个杀人怪子手吗 不是所有人看的时候都大呼快意 觉得诸葛亮这个神机妙算 这就是文学作品中 他把这个生死的问题 他其实是忽略掉了 或者叫他把它遮蔽掉了 所以你不能够拿这个东西来 来评判一个文学作品里面的时候 你把它现实规则给牵引出来 这是有问题的 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 没有人要你去推荐水湖 就他的问题就在于说 我们把这个书抬得太高 他以前只叫明代四大奇书之一 现在突然变成了古典名著 而一旦变成古典名著 好像我国家就首肯了 就是说 他的里面的一切的价值观都是对的 没有人跟你这么说 其实我觉得应该指的是艺术成就 我对我给你这个东西 只是告诉你说 那个时候古人是这么想的 他们是这么做的 至于他跟现在的这个价值观是否符合 这个需要读者做一个判断 这是我们要提倡读者独立思考的一个点 而不是说 我是古典名著 所以就变成我去宣扬这个东西了 但是你说这个义这个字 光美你觉得 他就说在现在社会里最少的 倒是这个仗义 你觉得是吗 你挂在口头上越多的事情 就表示这是越 现在社会越缺乏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孔子那个时候那么主张中庸 实际上说明中国是个很不中庸 没得到没得到